你 可有了你 更讓我明白 什麼叫雖然無悔 但卻有憾 還是 對不起 方中央 方中央 你不好意思了 二位公子 公爺說天晚了 明日便要開拔 讓小公子在昭明宮留宿一夜 留宿 這哪有我的住處啊 無妨 把我那間讓給他 我跟哨子哥擠一擠 公爺早已安排好了 他說公務繁忙 夜裡回不來了 小公子可以住他那一間 住 為什麼不住啊 正好 晚上咱們一起喝兩杯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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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父 我该走了 此一去归妻难测 有些话 还是直接对师父说得比较好 我对师父 不一样 所以师父万万不可再往前走 哪怕半步 不管是初一从小 看我长大的情意也好 对我关爱的全权之心也罢 都不可以 若师父再走半步 只怕海誓会说出不该说的话 做出不该做的事情 如果这样的话 海誓只能一辈子熬在关外 没办法回来再见师父 海誓 以讨逃逆之名作乱 屠路宗室 鞭榻楼树 残害两者 太子国要宣称五国共命 悬梁殉国 阿絮与我 百慕平靠 奋毕生之力 只为晚家国 威王于万亿 为了稳定军心 不使局势再度反复 为了不让此前的所有努力 输出东流 也为了留住我最好的朋友 我成为了阿絮的百姓 从此与她 命运一息 她的伤痛 厄运 都由我来替她承担 还是 如果没有你 大概我会在这样的命运里 辽然一生吧 可有了你 更让我明白 什么叫虽然无悔 但却有憾 还是 对不起